哦 原来是这样 我可以查看每件物品的元素属性 火把下面就有一个火属性 那意思就是说 我要先往干锅里面放火把 然后把腐肉给 哦 哦 等会儿我忘记烧开水了 先随便咬一桶水 倒进干锅用盐浆加热 然后再把腐肉给丢进去才行 哦 对对对 差点忘记丢火把了 然后呢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我的魔力有耻呢 骗人的吧 你闪吗 你的水还没烧开 啊 还有灯水烧开的吗 这么严谨 我去啊 这锅里的水好像真的烧开了一样 在冒气泡啊 快快快 趁着水开了 赶紧把腐肉给丢进去 还有火把 放了放了 别催孩子了 出来吧 我的魔力有指 你在干什么 我看那个水晶红红的 我寻思会不会也是火属性的 傻去 嘿 你还骂我 吃火火把输出 这什么呀 这锅怎么差着被我搞炸了呀 然后呢 啊 阿阳 你在外面干什么呢 什么东西被你搞炸了 哦 没有没有 我好得很啊 这是正常的化学反应 我来个去 这是 哈哈哈 我的天哪 小月 我成功了 你快来啊 我成功了 我提炼出魔力有指了 没想到这个世界 真的可以将没用的腐肉 变废为宝 我相信 我早晚也可以把泥土 变为钻石的 哎呀呀 今天的心情不是一般的好啊 看嘛你能的 不就是把腐肉给炼化了吗 然后呢 魔力有指能干什么吗 啊 这个嘛 这东西肯定不能挤啊 是不是 很多东西都在我的开发队列中 嘿嘿 慢慢来 慢慢来 那你可得加油了 我这二锅机用不了多久 真的把十一件红花怀表给做出来了 啊 我没记错的话 那玩意要四个暗物质吧 怎么了 门口的贴轨机也没停掉啊 咳咳咳 相比这下好像我的东西确实低级了不少 不过你放心 我总有一天会做出更加神奇的装备的 嗯嗯嗯 行行行 哎哎 你这股敷衍的语气是怎么回事啊我呀 哎呦 这个东西挺帅啊 合成方法倒是也不难 看来我也得整一个了 护目镜是吧 等我从转化桌里边拿一些材料就来合成你 试问一下 探险家顾名思义探险家 肯定是要出门探险是不是 外面的僵尸麻烦打一下 太吵了 好的 我这就去 你个小羊是大晚上不睡觉的 跑来这儿闹什么呢 啊对 我们继续上一个话题 探险的话肯定要做好防护措施的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件护目镜就成了 探险家必不可少的道具了 等我做出护目镜 变成阿阳大帅哥 保证小月看着我都是垂险不止的 没办法呀 帅的人就是那么自信 这暗物质武器的伤害是真的低 你这话我喜欢 没想到我堂堂团的武士 刚才打直僵尸都要披上好几刀 这要是让脚男裤子他们看到了 非得消掉大牙不可 看来还得找机会让小月升级看看 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更高级的武器 出来吧 我的帅哥探险家专属护目镜 啊 我护目镜呢 怎么又不能合成啊 什么鬼